大家好,我是清风乍起,就等你了 今天据介绍女版孤独的美食家 何格子酒第三季第六七集 村奇何格子,女二十六岁,爱美食,好喝酒 这天何格子把报表做错了,被领导一顿批评 说你都带新人了,怎么还犯这么简单的错误呢 何格子忙鞠躬道歉 小魏和小白都安慰何格子,让他振作起来 何格子被温暖安慰,很感动 但他还是心情低落,不过突然他就笑了 因为他想起这样被批评的日子 应该寻求安慰,而最好的安慰就是去喝酒 于是他跑去厂区的冯乐酒馆,要了鲜皮 老板递给他一个下酒菜,接过来一看是墨鱼 看起来很好吃 老板说墨鱼的胶原蛋白很丰富,对皮肤特好 何格子忙夹起一根墨鱼,照例仔细端详一番 送进嘴里开嚼,味道浓郁鲜美 仿佛胶原蛋白翻翻滚滚的都跑到了他脸上 此时他点的鲜皮端上了桌 他立刻举起这超大杯鲜皮 咕咚咚咚的灌进去好几口,差点喘不上气来 老板和伙计顿时笑了 何格子喝爽了,抬头看今日推荐菜单 有什么油炸西泰公鱼,油炸玉子豆腐 醋烟青花鱼,他很纠结 突然看到有炸鲜鱼块,他没吃过这玩意儿 扭头看到橱窗里的大块鲜鱼肉 深红色泛着光泽,何格子决定今天尝尝鲜鱼肉 于是跟老板要了炸鲜鱼块 就见伙计将鲜鱼肉切成小块放到油锅里炸 油花翻滚甚是热闹 很快鲜鱼块就在沸腾的滚油中炸好了 给何格子端了上来 炸的焦脆的鲜鱼肉色泽诱人 摆盘漂亮,香气徐徐生腾 何格子心话怒放 闻了闻诱人的香气,然后喝了口啤酒 这也太夸张了吧,鲜鱼肉有那么香吗 很多人呼吁不要吃鲜鱼肉 所以我想做个调查 鲜鱼肉,狗肉,熊掌,穿山甲,鱼翅,牛肉,羊肉,兔肉 你不吃的是哪几样 何格子捏起柠檬,挤在鲜鱼块上 加起炸鲜鱼块,仔细端详 然后小嘴一张,咬了一口 沙沙的口感与众不同 味道似鱼非鱼,似肉非肉 我去,难道你吃了个炸外星人 刚出锅的油炸食物,味道最好了 他端起残酒,一口干掉 心想鲜鱼肉多一道,果然是最棒的 然后他就想起了今天挨批评的事情 心想即便做错 也没必要那么严厉的说我嘛 他感觉很委屈,于是抄起菜单 点了杯无春酒 伙计拿来大酒瓶子,开始倒酒 酒满后溢出来流到酒斗里 看上去很丝滑 何格子依旧在委屈的想着 谁都会偶尔犯个错 领导干嘛急吃白脸的数了我呀 他边委屈边低头去吸酒 酒香宜人清爽可口 委屈顿时被酒精浇灭了不少 而领导在批评完何格子后 也感觉职员犯错也在所难免 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温柔 晚上他和同事出去喝酒 说起他们年轻时也被领导狠批 还得跟领导去应酬各种酒局 比现在的孩子们苦多了 现在的孩子根本还说不得 一说就闹情绪 正喝着突然看到一个女孩独自在喝酒 他突然想起何格子也喜欢一个人喝酒 同事说 说不定何格子现在也在一个人喝酒呢 领导看着那女孩孤独的样子 琢磨自己是不是说的太过分了 他还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女儿 不禁感觉有点后悔 而何格子此时还在一边委屈一边喝酒 不知不觉一杯白酒都喝光了 然后他又要了一杯 果然是借酒交愁愁更愁啊 这时候伙计正在切年糕 切得很粗糙 老板不乐意的严厉批评他 让他仔细点 要切得赏心悦目的 伙计忙说抱歉 开始细致切菜 何格子看把伙计的态度 顿感自己一直在找借口 做错就是做错 有什么好委屈的 于是他也要了一份芥末年糕 伙计微笑点头 何格子这下总算释然了 这盘芥末年糕摆盘很漂亮 泛着纯洁的光芒 质感十足 他赶紧夹起一块 颤巍巍弹乎弹乎乎的芥末年糕 感觉这年糕外形很可爱 他赶紧咬了一口嚼起来 年糯的口感米香浓厚 随后芥末的辛辣袭来 辣得他直皱眉 紧不住说道切得真好 伙计听吧 顿时笑了 老板也向伙计头绪赞许的目光 而领导喝完酒回家 两个小女儿欢呼着迎接他 还端来了啤酒给他满上 领导上辈子是扶摔倒的老太太了吧 怎么有两个这么可爱的女儿呢 再看他老婆竟然如此漂亮 看来这领导上辈子不光扶老太太了 他还给阿博主点赞留言了 转天何格子将修改好的资料交给领导 领导说干得不错 何格子高兴的回到工位 开始认真工作了 加油吧打工人 这天何格子来到金泽游玩 准备在这里痛饮一番 他首先来到了被誉为金泽厨房的 晋江镇市场 当地特产应有尽有 他在一个摊位前 看到扇贝 牡蛎和扭扣虾 都可以直接生吃 他立刻喊老板来一份生海胆 还有一杯鲜皮 因为这里可以直接站着吃 老板很快端来鲜皮 拿出一个生海胆 何格子高兴的加起生海胆 送进嘴里品味 味道又甜又浓厚 可好吃了 他赶紧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 疲惫炖销 他看到旁边还有煤气虾 煤气虾 这虾是吃了能喷火吗 他点了一只煤气虾 老板让他蘸酱油吃 他捏起包好的虾肉 一口送进嘴里 嚼了两口 顿感鲜甜无比 弹力十足 真是美妙得很 吃完后 他跑去品尝当地产的酒 于是走进了一间酒铺 看到里面有很多本地酒 他说想先喝一杯 问伙计有没有推荐的 伙计立刻拿出一瓶 叫先喝一杯的纯米酒 这推荐实在是精准 何个子高兴地要了一杯 还要了一份盈油 然后自己端到桌上开吃 他先喝了口 先喝一杯米酒 口感柔和 很好喝 接着又捏起一片盈油干 嚼起来 越嚼越香 很快他就高高兴兴地 把这杯酒喝光了 喝完后 他又跑去要酒喝 伙计给他推荐了 二十年的饮酿 或者二十年的大饮酿 还说他可以给何个子介绍 狙击酿酒厂的管理人 去参观酒厂 说一般是不能参观的 只有他们酒铺的人介绍 才可以 何个子很高兴 欣然同意了 转天 何个子来到临近的 白山市的贺来站 来到了菊姬酿酒厂 负责人和酿酒师欢迎了他 带领何个子进入酒窖 酿酒师先给他介绍了 明治酒窖 还有酿酒用的酒槽罐 随后带他来到 昭和酒窖的下料仓 内藏普通酒和纯米酒 还给何个子看了里面的酒糟 香气很浓烈 还介绍说 菊姬商标的菊姬二字 是出自此款酒的酿酒师之笔 很潇洒漂亮 接下来参观的是平成酒窖 酒缸里装有刚酿好的酒 说普通酒一般会放上一年多 才出售 而菊姬酒 有的要放十年以上 何个子没想到 这些酒要放在这里 十年之久 负责人问何个子 要不要试饮一下 何个子等的就是这个 别说试饮 正试饮他都没问题 他们给何个子准备了三款酒 先是普通款 然后是纯米酒 最后是一品大银酿 是放了五年以上的纯熟酒 何个子挨个儿喝过去 一个比一个味道好 好酒的酒香就是浓烈 是用一等的大米酿造的 参观完酒厂 他告别而去 回金泽继续喝酒吃肉 金泽的关东煮很有名 于是他来到一家关东煮店 店里做了很多客人 他先点了菊姬酒 然后点了福袋年糕 车轮面积和紫杯 还要了一份天然裙带菜 很快他点的菊姬酒和关东煮 就端了上去 他照例先喝了口酒 然后开始关东煮 先加起福袋年糕来 咬一口品尝 味道细腻香浓 果然好吃 他两口就给吞了 然后加起车轮面进来 咬了一大口嚼起来 面紧吸满了汤汁 很难不入味 此时他的紫杯和天然裙带菜 也端了上来 关东煮里的紫杯 他还是第一次吃 他加起一块紫杯肉 放进嘴里 那味道无庸置疑的鲜美 口感咯吱咯吱的 很快他就把紫杯给吃光 吸光了 接下来就是那个裙带菜了 裙带菜绿油油的 一副富含维生素的样子 他加起一块子 松进嘴里大嚼 同样是咯吱吱的口感 且味道浓鲜 他一口口的吃的 有滋有味的 这次和鸽子吃的很尽兴 转天他在金泽 游玩了一整天 晚上来到一家客人 很多的饭馆 点了金泽特色料理 鸭肉制不煮 和盐烤猴黑鱼 还点了一杯热酒 很快鸭肉制不煮端了上来 一副浓稠的样子 他在鸭肉上 抹了点芥末 一口送进嘴里开嚼 鸭肉沾满浓郁的汤汁 味道极佳 口感一流 然后他倒了一杯热酒 喝了一口 新香富裕的热酒 和鸭肉制不煮 简直是绝配 接下来他加起生面筋 送进嘴里一通咀嚼 面筋浸润了鸭肉的美味 好吃到停不下来 此时盐烤猴黑鱼做好了 这道菜虽然不多 但很贵 面对这热气腾腾 香飘四溢的猴黑鱼 和鸭子激动的 差点呐喊出来 他夹起一块白嫩的鱼肉 送进嘴里品味起来 肉质肥美 好吃极了 果然是上等的口感 鲜香醇厚的味道 满嘴留意 再喝一口纯米酒 真是神仙般的享受 这道烤猴黑鱼 让他彻底吃美了 本集中 好了我要去做饭了 郭肚白下次见 有猴